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为你介绍的是 剁椒面糞蒸鱼 这个菜很鲜甜 又很滑 我买了鱼半条 在上面那一节 有一瓶叫剁辣椒 薑和芫荽葱 鱼首先洗净 抹干水 抹干水 逐件逐件排在碟上 排在你喜欢的形状 然后切一些姜丝 然后到烧热的油锅 加入生油 大约1-2汤匙 放些姜丝 爆香 然后炒2汤匙 然后炒2汤匙 剁辣椒 如果喜欢的味道更辣 可以再切一些姜丝 然后一汤匙的甜面糞 放入油锅中炒香 炒香之后 把酱子淋在鱼上 就把酱子淋在鱼上 然后烧一锅水 水滚之后 放入蒸 然后放入蒸 蒸10分钟 盖上蒸10分钟 然后关火 在旁边烧热一些油 到10分钟之后打开盖 那些滚油就可以淋在上面 加少许玄西葱 淋完滚油之后 再加一些豉油 就可以了 这道菜是很开胃 而且鱼刚刚好 就是很滑的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在我的影片下面 也有个位置可以订阅 而且是免费的 如果在下面订阅不到 你可以上youtube 找Cooking妈咪 王思拉厨房 也可以订阅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可以lik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